我今早听SumGay说 生活费用在香港已经超英赶美了 因为生活艰难很难捱 又加电费又整天 中电最近成为了焦点 又加电费 他今天也有一宗消息 就是说15年来他再一次配股 对上那次是1997年 今次看到他配股之后 他说他是想增加生意实力 但他其实又加了电费 计证应该发展得不错 但他今天跌了3.5% 站在64.8% 中电这只股其实又可以长线一点 怎样看呢 要这样说 其实市场上对中电很意外 因为大家到现在都未完全知道 你集了钱回来搞什么 因为有传你搞清电项目 可能不是的 一半一半的机会 可能海外资产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会做 所以今天回来 大家都不是真的很接受 因为都比较突然 所以开始股价是跌5% 就是一下子跌下去 较急的水平 跌5%又多 但慢慢去到下午的时候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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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虽然现在都是跌 但其实3%来说 就已经叫市场接受到 所以我想整体上市场 又不是实在看得中电太坏的 只不过是今天突然之间 有个消息 没有想过 所以有这样的影响而已 中长线来说 其实我觉得有发展通间和动力的 有中电有电能两只和电力相关的股份 这一刻你问我选哪一只 当然选一只 未有负面消息 先选一只电能 因为电能今天受到 已经跌下来 但实际上中长线两只股份都可以 但如果短线 可能都是先看电能实业 不如再看看比亚迪好吗 因为它的铁电池基地 首次是获得国际的认证 ISO认证 在A股和H股两地 它都是逆市做好的 H股方面它微微升了 升了0.2% H股它就升了1.2% 算是跑赢了A股 因为A股的跌幅是1% 就算是逆市做好的 看回比亚迪 也有一些新闻 譬如它进军日本市场 做日本太阳能发电站零件的供应商 在这些因素下 比亚迪看不看好呢 其实比亚迪的生意很多 很广泛 如果你真的拆小一点 车的电池有很多种 我们以前的原宣电池 它慢慢去到一些铁电池 其实电池也有很多不同的合成品 即是不同的合成 现在有两三种 都是比亚迪做得最多 最专利 但是那些就不是在市场上 流传得最多最广泛 所以如果你说 它将这个铁电池 其中一个基地 即是搬下 或者做一个认证 对它来说 业务上是好事 但实在 你也要知道 除了电池 或者你的出品 是可能得到 国际认证有些优势之外 你也真的可以卖才赚钱 在这个世界上 是否真的可以卖 不要忘记 其实自从金融海潮打后 日本也好 美国也好 汽车业 就到一定程度的趋策 在那时 其实有不少的车厂 都将部分的车 都用低价少少少 减少少价 就去发售 这些本身有环保概念 未来发展 发展空间很大的 电动车概念 就遇到一些不明朗的竞争 所以自从那时开始到现在 比阿迪基本上 每季每年的销程 都是九十多%下跌 如果你说 只是拿了认证 是否对比阿迪的帮助 我想一次性短暂 中长线 还要看基本因素 实在 其实它是持续倒退的业势 我又不是特别看好 而且它都被剔出国子成份股 又长城代替了它 是否意味着 它不是说 在市场上 其实市场上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不知从两三年前 应该在0910年的时候 它一直在说 自己的电动车龙头 先驱 很威的时间 但是国家组织了 一个40班公司合成的国家队 他们自己的国家 有一批包括了 就是中石油 或者包括隔离东风 他们合组了一个电动车联盟 自己用来搞电动车 那你变成了实际上 你为什么 明明别人自己觉得是先驱 就没有他份 那当时开始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 对比阿迪有些 十五十六 既然你又说 电动车未来是潮流 但你又不进入国家主流 那为什么 由国家开始 其实股价都开始转弱 所以未来 我想都是同样的问题 发生在比阿迪上面 投资者从来都有点担心 电动车市场 其实要靠充电器 才能够可以 雙负雙成 好像咖啡和糖 很多时候市面上 那个充电的供应 未必在新的市场 或者刚刚开发的市场 那么多 譬如国内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行业 是在做这件事 或者他们自己 有没有在做 令到生意可以真的有一个增长 其实现在多了 其实现在多了很多 停车场 或者是 加油站 都已经安排了充电服务 多了很多 那边城市 特别是深圳多了 香港都有的 香港停车场三楼就有充电 很多都是这样的 但这件事的配套还未是广泛 所以其实也有待再想想 好 我们总结一下 因为今天日元的会价 九个月低位 你又看到金价也跌回少少少 轻微地下 刚刚确认的时候 其实如果真的拿着 活外币的朋友 可以怎样部署一下 其实特别要讲一下日元 因为要留心 就是到底日本大战之后 是否真的安倍出来 无限量的 不停抗印钱 如果是的话 其实对日本经济也有冲击 日元当然越来越弱 没有办法否认 所以如果你有相关资产 其实要注意风险 可能要离开 至于金价 随着量化宽松 及额度大了 有可能会慢慢再重拾升轨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 产品的朋友 工具商品的朋友 都可以继续留意 今天谢谢Nega 请你喝酒 你那个叫Screwdriver 或者叫Cakeholder 考量度大骗 还是一集 我们下次见